各位欢迎收看右线新闻 我是陈书军 公务员空缺扩大到18000个 有议员担心人手不足 工作量增加 会令到离职的情况恶化 当局就说有不同的措施应对 包括加强新入职公务员培训 希望令到他们感受到受重视 减低流失率 王展熙报道 过去一年有大约10100个公务员离职 公务员团队实际人数和编制的落差 由两年前相差1万4000人 扩大至今年1万8000人 占整体大约一成 由议员担心人手不足 会加剧公务员离职 长期请不足人 局长都是那几个板斧 却又解决不了问题 是否令人怀疑 究竟我们政府有没有决心 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总是有些突然之间辞职 或者突然之间有些事情提早 因为有原因提早退休 我们去招聘也有一个程序 但我同意现在这个落差是不理想的 杨豪培恩说 如果部门长时间人手不足 会要求他们精简招聘程序 也会容许聘请非公务员合约员工 应付有时限的工作 有议员要求提升福利挽留年轻一代 杨豪培恩就说 近四成年轻公务员离职 是因为觉得不适合或者想转学 已经尽量令他们感觉有前景 近年我们都开始了 譬如行政主任的职系 在试用期内 我们都有一些去内地的 一些国情的培训给他们 以前这些是没有的 表示我们都很珍惜他们 也希望栽培他们 有线新闻黄展希报道 夏学年小一自行分配学位公布结果 大约有二万一千多个学童获派学位 成功率近五成 创了16年新高 有家长觉得申请人数虽然是少过之前 但传统名校的竞争仍然激烈 有春华波道 早上九点九龙堂纳沙小学一开门 已经有家长急不及待看结果 左望右望 为的都是在名单上面找到儿子的名字 找到的就放下心头大石 由于出生率减少 加上移民潮 今年申请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 比去年再少多一千四百多人 成功率按年增加0.3个百分点 有49.9% 不过有家长不觉得竞争小了 大环境来说其实应该小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譬如一些最高的学校 应该的竞争都大 因为大家都会想入一些好的学校 可能就会聚集了 就是补一些好的学校 我记得是个表最后的一个 都觉得我差点都觉得是 不知道会不会入 今年和派学位的二万一千几个学生里面 有超过五成人是小习生 即是有哥哥或者姐姐在同校就读 又或者父母在学校任职 余下的九千九百多人 就是按计分办法获取录 教育局提醒获派学位的学童家长 要在星期三或者星期四 去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 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 有线新闻由进华报道 立法会审议强制举报 虐待儿童条例草案 教联会原则上支持建议政府定立更清晰的指引 教联会预计草案通过之后 怀疑若疑个案会上升 建议政府增加专职警员和社署人手 和儿童宿伟等配套 教联会促请当局解说若疑的定义 顾免举报机制和合理举报门栏 定立清晰指引避免南部和执法混乱 例如学校里面有这么多层的架构 比如那个基层的老师他发现了问题 他向他上司反映 那这个是不是叫做报了呢 还是他自己亲自要处理去报呢 这样才叫做报了呢 假设下层向上层报了 上层结果他没有报到 这个责任又是谁呢 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首度开康 批评解放军驱逐舰 以危险和不专业的方式 洗近一艘澳洲海军舰艇 导致一个潜水员受伤 阿尔巴内塞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 说这次事件反映军队之间 有需要建立通讯沪南 他没有透露 有没有在APEC会议期间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过这件事 只是说透过所有正常渠道 向中方明示事件有选两国关系 是北京外交部说 中国军队一向纪律严明 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进行专业操作 希望有关方面停止滋事 同中方一度共同维护 中澳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批评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增加 令区内局势越趋严峻 访问夏威尔的小马赫斯出席论坛 说菲律宾要与盟友及轮国家强合作 维护南海秩序和和平 已经接触了越南和马来西亚等 有领土争议的国家 商讨制定各方同意的守则 中方回应制定任何南海行为进则 若果脱离中国和东盟的共识 都是无效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夫人 罗沙琳世世在年96岁 罗沙琳在卡特做总统期间 积极参与政事旁听内国会议 更加待卡特出访 多年致力推广关注精神健康 卡特就说人生所有成就 都有对方作伴 形容他是自己的延伸 由李佩珊回顾一下 这位前第一夫人的一生 由卡特经营家族农场 到做坐治亚州州长 以至美国总统 罗沙琳积极投入丈夫的事业 和选举工程 卡特成功赢出1976年 11月的大选入主白宫 成为第一夫人的罗沙琳 在卡特口中最亲密的顾问 自己的延伸 她旁听内国会议 每个星期固定日子 和卡特午餐 家事正事一次过谈 提供政策意见 推动法案 虽然受到非议 但得到卡特幕僚认同她的能力 多次代表卡特出访 除了最高度机密之外 卡特几乎所有事都会和太太分享 80年卡特竞逐连任 同时要专注注理美国 接着德克兰大使馆人质事件 罗沙琳代夫奔走 44天走访112个城市争取选票 不过卡特最终输给列根 卡特和罗沙琳1946年结婚 罗沙琳是卡特妹妹的好朋友 当时对照片里面 仍然就读均效的卡特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共度77年婚姻 有4个子女 11个孙和14个曾孙 卡特说过 娶罗沙琳的时候是人生巅峰 罗沙琳长年关注精神健康问题 两个人成立慈善组织卡特中心 推广心理健康 又协助卡特以美国前总统身份 推动和平 改善人权 滑船国际冲突 家人5月的时候透露 罗沙琳患有认知障碍症 健康愈来愈差 回到家和99岁的卡特 一起接受领养照顾 到星期日在家人陪伴之下 安长离世 享年96岁 卡特透过声明说 罗沙琳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给予言明的指引和鼓励 永远令他得到爱和支持 有线新闻李沛山报道 港股中止两年跌 恒指反弹超过300点 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并且重上50天线 成交回到千亿水平 不过北水就沽货离场 吴文芳报道 人民币汇价急升 带动港股反弹 恒指高开171点 一开始已经重上10天和50天线 之后升幅一度扩大去到334点 高建17788点 最终全日升323点 收报17778点 成交回升去到1063亿 但是不遂沽货离场 淨流出61亿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数据 亦是低于7.2 支持了市场是向好一点的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 它会好 但是又不会大好那种 不会很叻的 可能你去到18001 可能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估计 美元不会一直落得很紧要的 去到这样一刻 可能美元又会停的了 所以科企业绩慢慢的市场都消化了 我想都是炒华区间 在这个时刻都不会特别太厉害的 超过九成蓝筹股做好 中信表现最好 华融入股之后终于发力 升超过6% 蓝筹新贵理想 新款车落订单反应理想 股价升超过2% 小鹏新车型X9开启预售 股价升半成 若铭康德掩蓝 股价升超过3% 同系的若铭巨落 更加升近半成 剧本内地金融监管机构 上个星期五开会 将会保持房企股债融资渠度稳定 内房股做好 润地升超过3% 融创更加升超过半成 有线新闻 吴文方报导 人民币会价升到超过3个月高位 离岸价对每美元曾经升穿7.18 分析说部分 赌人民币贬值的对冲盘 已经平仓离场 为汇价带来支持 王浩林报道 美汇指数转弱 加上官方中间价继续高开 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价 而银行开出的官方中间价 报7.1612调高116点 单日升幅创9月12日以来最大 和市场预测偏离收窄至700余点 分析说部分赌人民币贬值的对冲盘 已经平仓离场 对人民币会价有支持 国家领导人去了美国开会 大家觉得气氛 即使没有实质成果 你觉得缓和了 离岸价一定是有些对冲盘 或者是hatch那些企业 人民币的头串 他们是倾向hatch 继续扁那一边 如果去到这里 定格拉上去 市场那里有一些 可能不是真的背后有一个corporate 实际的hatching那个需求 而是只不过跟着的momentum 炒来炒去那些 可能到这个位置就可能会平盘 也有分析说 人民币升幅比起欧元 日元等货币弱 需要等到内地宏观经济基本面 出现更明显的改善 才会真正进入新一轮强势 而人行就连续三个月 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变 一年期和五年期或以上LPR 分别保持3.45厘和4.2厘 符合市场预期 有线新闻黄浩能报导 日本股市今天一度创历史高位 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加快部署日股 另外全球最大规模资产管理公司 压住日本央行会改变货币政策 长远有利日元升值 吴敏方报导 衷敬美国加息周期完结 加上日本企业业绩强劲 日本股市曾经再创超过33年新高 日经平均指数今天盘中 曾经突破6月中高位 一度冲高去到33,853点 创1990年3月以来高位 但是之后要到跌收市 今年以来 指数已经累升近两成百 即使撇除原汇贬值 回报都有一成二 分析说日本央行继续宽松 和美国息率见顶 都有利日股走势 二升难跌 升一阵可能回一回套 然后打底再上 所以我自己觉得日股方面 无论今年也好 或者明年也好 受着美股大动之下 相信它能够可以见回 或者破之前那个90年 或者89年年底 那个历史高位 我想相信指引可待 日本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 海外投资者加快部署日股 前一个星期 股票指数期货的 正买入金额高达13,000亿日元 见8个月新高 全球最大规模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说 美国通胀回落 但是日本通胀加剧 估计日本央行将会被逼收紧货币政策 又透露自从日元对每美元 几个月前跌穿140之后 已经开始建立日元长仓 即求看好日元 有线新闻 文方报道 台湾明年一月大选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公布 驻美代表萧薇琴会做副手 赖清德在记者会说 萧薇琴会做他的竞选拍档 参加明年大选 说萧薇琴各项工作表现结出 认真负责 强调会团结台湾走民主和平的道路 有台湾传媒说 他们两个明天会登记参选 而萧薇琴已经提出辞任驻美代表 深圳明天会上演世界一杯外围赛中韩大战 四万多张票一早就卖光了 当局是严格打击和牛 陈建明报道 难看 南韩队队长孙兴敏 率领一众队友抵达深圳保安机场 获几百名球迷在场迎接 现场气氛热烈 除队出发的教练骑连市民 亦都有向球迷揮手致意 今次是国家队和南韩队 事隔超过六年 再次在世界杯外围赛相遇 被形容是内地近年 最受期待的一场足球赛事 星期二晚在深圳龙江区 大运中心体育场上演 四万多张票全部卖光 为了打击黄牛 主办单位将会严格执行实名制 除了必须核对证件 球迷亦都要通过人年识别 才可以入场 大战在继 两队球队都不敢掉以轻心 在深圳加紧备战 国家队教练扎高域说 必须全神贯注 在比赛心态和赢球的欲望上 抗衡对手 团结起来战斗 施战能够期待有好结果 取消了星期日户外集分的南韩队 大战前将会参加一场适应场地训练 由于2017年 国家队曾经在12强长沙主场 以1比0击败南韩队 有南韩传媒形容这一场是复仇之战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道 阿根廷大选又逆候选人米来当选总统 他主打自由市场 舒缓通胀 又揚言拒绝和中国巴西打交道 反建制激进的作风出位 娱乐视为阿根廷版的特朗普 陆子晴报道 53岁的右翼经济评论家米来 又在电视网络批评时政起步 吸纳大量不满现状的年轻支持者 短短几年就登上总统宝座 经常口不择言 满口粗口 一头乱发的米来形象鲜明 主张的路线被部分人认为极端 提倡人体器官自由买卖 反堕胎 反性教育 质疑气候危机 树敌无数但无了他承住民怨 约升政坛明星 舆论将他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相提并论 高举象征削減开支的电脚 米来扬言要关闭中央银行 他立场亲美 声言要疏远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 巴西 扬言不会跟共产党打交道 也不支持南方共同市场 金钻五国 被务实派对手 延解经济部长马萨阵营 猛烈批评 为了拉拢盟友 争取较温和的票员 米来到选举后期开始放软立场 不再主张放宽窗管 又说无意将教育 医疗部门私有化 分析认为 在左右翼角走极端之下 很多选民原本打算投百票 但阿根廷长年深陷经济危机 通胀飙升到近150% 选民更加怕马萨当选 等于延续现状 宁愿转投他的对手 令米来最终以超过五成半得票 破近代纪录的差距胜出 不过分析忧虑 初登政坛的米来 在国会缺乏盟友 大推改革将会寸步难行 将阿根廷政治推向更深的乱局 有线新闻六指情报道